凤凰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Jet Boys 这次参加的这个挑战难不难? 因为刚刚好人听说彩排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就是对医生有一点敏感嘛 所以不会太去赚钱的这样 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每个人对旋转的感觉不同 那我和千禧就会稍微好人 但是宣王停下来还是特别晕的 其实刚刚录节目的时候虽说是好一点 但是做完之后下来肚子还是有点脏 可能中午吃人多 那生活里面你们三位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害怕的? 生活中? 害怕的是吗? 对 我晚上的时候比较怕鬼 三位都是吗? 对 那生活里面 因为这也是你们参加的一些节目里面很多次了嘛 然后生活中有没有关注哪种类型的节目? 生活中其实 会关注中国好声音 因为有人唱的特别棒 特别好 有特别喜欢哪一位吗? 我喜欢周杰伦更好 因为三位是周杰伦的粉丝吗? 没有我是周杰伦的粉丝 觉得你们这次两周年的粉丝会就是很惊讶吗?每个人的表现 有没有想过就是十年制约会想办成什么样子? 十年制约其实对我们来说有比较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十年制约的演唱会应该会多种反响 我觉得可能跟两周年的会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会更加敬念到大家吧 我觉得十年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成长和改变 那十年演唱会我们就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成长和改变 在一个非常非常多人的体育馆里 然后开演唱会 让大家看到十年后的TFBOYS 十年演唱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义十分不同的演唱会 然后就是我们会一直努力十年了 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能期待 因为在那个两周年的粉丝会上 有讲千禧有跳舞吗? 然后很多粉丝说有看到腹肌 然后三位有没有在生活中就是练腹肌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老师跟我说练好肌肉就长得了 所以我觉得要一定长到那个高的时候 我才会去练一些肌肉 那我的话就是还是会有就是 就是每天有时候二十个三十个 但是就是有腹肌但是他们都说我是瘦得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长得帅的人有腹肌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现在三个做都是有氧运动的 然后就是长这点小肌肉还是没问题 以后就是定型以后再去练那种特别帅的肌肉 那刚刚那个小凯有说就是可能想先等长高 然后再开始练肌肉 我理想中的身高是有多少比较合适 我觉得我不会参与太高一八就好了 最近又出了那个新歌嘛 大梦想家刚刚发出来 然后但是好像最近几首歌的风格都是青春励志型的 有没有想过以后尝试其他类型的风格 当然你以后也会尝试更加的更多的一些类型 我们还是喜欢挑战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乐趣 你们私下里会逛粉丝的微博吗 有时间会有去看一些留言的这样 那我们就是只看粉丝的留言 上微博都是看一些比较搞笑的 就是看粉丝的留言 三个人私底下最喜欢一起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 最喜欢讨论的问题 特别多 有没有大家一起喜欢讨论的话题 玩游戏 玩游戏 玩游戏啊 看什么电影啊 对啊或者也会讨论一些电影 或者一些就是其他前辈的演讲会啊 然后千玺又在那个粉丝会上说自己是个高冷的人 那能不能评价一下另外两位属于什么类型的 嗯 他们两个合起来就是五百 你才受没关系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你们也参加了偶像来了的录制吗 然后在这些就是很多女明星里面 你们最喜欢的一位呢 之后会不会也参加一些真人秀的录制 我觉得 我现在里面的姐姐都特别漂亮 然后也特别的 很有实力的那种前辈 我觉得对他们都有一种敬佩的态度 因为我们也是新人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 小时候也看过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特别 也要向他们学习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特别喜欢每位 就是每个人都是女生 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喜欢 都要喜欢 我觉得那些姐姐都特别棒 然后就是像林雪霞姐姐 就是她也是我知道的偶像 然后也是我爸爸妈妈的偶像 就当时确实我特别激怒 希望以后还能有这种机会再见面